Epic Chinese by Dr. Li 李博士中文 那我们就开始了 这个学动课呢 3381和3383是一样的 我们这门课 就是叫做中国20世纪的文学 第一部分是3381 第二部分是3383 原来20世纪的中国文学 分成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两个部分 那么现在呢 也不分得那么细了 就是笼统地称为中国二世纪的文学 这个课设计的内容 首先是文学理论和文学鉴赏的基本常识 因为这是一门大学的文学课 和中学的语文课多少 应该是有点不一样 它是在文学理论的指导下来学习的 所以我们会介绍一些文学理论和文学鉴赏的基本常识 但是不会很多 考试的话呢 也会结合作品来考 一般比重也不会超过20%吧 第二个部分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基本常识 那么我们在讲课的过程中间会涉及到一些 但是基本上也不会考 可是其中的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应该知道一些 第三个部分呢 是中国著名的现代文学作家的介绍 这个呢当然也是结合作品来谈的 我们每学一篇作品都会介绍作家 关于作家的这个生平啊 创作成就啊等等 也不会涉及太多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中国著名的现代文学作品的分析与鉴赏 这个是我们的重头戏 这本课就是一门文学作品的阅读课 实际上就是精读 每一篇作品都是精读 那么通过对这些作品的阅读 实际上就是为了培养同学们的一种审美能力 作为当代大学生的 所应该具有的这样的一种审美能力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考试呢基本上也就是考作品 所以要求同学们对作品读得熟悉一些 在读作品的过程中间有自己的看法 第五是文学作品评论文章的写作 也可能让同学们写一篇评论文章 作为考试的一个内容吧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这门课的学习的内容的几个方面 下面呢我们就会要谈到文学的性质 文学的特点文学的作用 同学们读文学作品肯定读了很多 但是如果让你用自己的语言来谈一谈文学的性质 文学的特点 你可能平时倒还不一定真的很细致的想过这个问题 既然学这样的一门课就要把这些问题都要搞清楚 我们首先看什么是文学 也就是文学的性质 在大陆呢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词 说它是一种意识形态 我们说人类的所有的这种系统的知识体系都可以叫做意识形态 如果不用那么大的一个词呢 我们就可以说它是一种精神产品 这个精神产品和物质性的产品它就不一样 包括有精神的东西 那么文学呢作为一种精神产品 它是作家创作的 那么它里面呢就涵盖了自己的主观的情感 那同时也包含了反应社会生活的一面 这一面它就是客观的 那么实际上它就是主观和客观的一个有机的结合 那么有些作品呢可以着重的表现创作主体的思想情感 这个创作主体就是作家 那么有些作品也可以比较侧重于 揭示现实生活的某些侧面 反应生活的某些本质的东西 当然也可以综合平衡 作家的主观的自我的表达和客观的现实反应 这个就是文学的性质 总而言之它就是包含着作者主观情感的 同时也是反应社会生活的一种精神产品 既然是精神产品就要讲它的艺术性 它必须是独特的 物质性的产品它应该是整齐化一一的 比如说车子统一个牌号都是一样的 它的零件可以互换 但是艺术作品作为文学来说 如果在艺术上和其他的作品雷同 那它就不是好作品了 好的作品都应该是比较独特的 文学的特征 我们当然是把这个文学和其他的艺术来作为比较 或者是把文学和其他的意识形态来作为比较而言的 首先我们就说文学是艺术的一种 正因为文学是艺术的一种 我们就要给它分类 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艺术 文学是用语言来写的 这是文学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 所以我们又把文学叫做语言的艺术 文学就是语言的艺术 它是用语言作为建筑材料的 文学作品还有其他的一些特征 比较长的作品 一般都是叙事性的 所谓叙事性的就是讲一个故事 在讲故事的这样的比较长的文学作品里面 它又是以这个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为主要手段的 故事里面总得有人 说这个人怎么样 说他的经历 说他的思想 说他的情感 说他的命运 那么讲这样的故事 为的是什么呢 为的是输出读者的这种情感和心灵 这个就是文学 或者是说艺术和其他的意识形态所不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其他的意识形态 比如说伦理学呀 教育学呀 历史学呀 它都是理性的东西 它都是告诉这个受众 告诉这个读者 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不好的 那么文学不一样 文学是需要你这个读者去读的 去体会 它是用感情去打动你 读者在读作品的这个过程里面 也就是通过对于文学的鉴赏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它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共鸣 大家注意这个共鸣 共鸣就是个心理学的一个术语 通过这样的一种心理上的共鸣 从而达到审美能力和艺术情操的培养 我们知道人有智力 衡量人的智力高下 我们叫做智商 那么现在呢 心理学家也发现人呢 也会有一种能力叫做情商 那么情商的培养呢 只能通过艺术教育来培养 那么我们说文学啊 我们读文学啊 实际上也就是培养同学们的审美能力 那么文学的作用呢 一般学界的共识 就是认为它有认识作用 有教育作用 也有审美作用 但是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 不是艺术所独有的 也不是文学所独有的 其他的意识形态都有这样的作用 但是审美作用 只有艺术作品才有 只有文学作品才有 我们提到了文学是艺术的一种 那么当然这里就会涉及到 艺术的分类啊 或者是文学的分类 艺术的分类有很多种 我们介绍一种吧 造型艺术 造型艺术呢 就是有形体的 一般是会画呀 这个雕塑 这个叫做造型艺术 表演艺术 可以是音乐 可以是舞蹈 或者是其他的表演 语言艺术就是文学 还有一种综合艺术 综合艺术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比如说影视剧啊 舞台表演呢 这些都是综合艺术 为什么说它是综合艺术呢 就是因为 如果是你演一台剧 首先得有一个剧本 那么剧本就是文学 然后你舞台有舞美 涉及到美术 那么有音乐涉及到音乐 然后有表演 那么这个舞台剧 也可以是舞剧 也可以是画剧 也可以是其他形式的音乐剧啊 雅剧啊 甚至都可以 不说话的 所以综合艺术 它综合了各种 门类的艺术 的一种艺术表达 这个是分类的一种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分成 听觉的呀 就是音乐 这个视觉的呀 就是绘画呀 雕塑啊 当然他们表达情感 输在形象的手段不一样 我们说文学用语言 音乐呢 它用旋律 用节奏 用乐音 舞蹈呢 用形体 用这个表演 等等吧 当然现在还有一些 比较新的说法啊 比如说行为艺术啊 甚至有人认为电子游戏 都是一种艺术 这个学界没有定论 以后说不定 也可以成为艺术的一种门类 这个是艺术的分类 文学的分类就 就基本上达成了一种共识吧 文学的分类 基本上就是这样几种啊 小说散文 诗歌和戏剧 同学们应该知道 小说啊 它是文学里面的 一个大的门类 那么 它闪文的区别何在呢 同学们想过没有 我在这里提一下问吧 同学们愿意回答的 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 你告诉我 小说的闪文 最重要的区别何在 小说是虚构的 嗯 好 非常好 他们当然有 还有其他的不同 对重要的一点 你就记住这一点 小说是虚构的 小说里面写的那些故事 当然可能有 现实生活中的影子 那个人物可能也 现实生活中也有原型 但是呢 我们一定要知道 小说就是虚构的 闪文是真实 闪文里面的我就是作者 闪文里面所表达的这种思想情感 就是作者的思想情感 小说里面不一样 小说里面可能以第一人称写的 我觉得不是作家本人 诗歌 我们提几句 它是分行写的 它是语言非常明练 它的想象力非常丰富 它的表达非常别致 它是分行写的押韵的等等 是非常独特的一种文学的形式 戏剧呢 在这里指的不是舞台剧 它是指的这个剧本 是共阅读的这种剧本 比如说曹瑜先生写的雷语 可能同学们都读过 这里可以用几个例子来说明 鲁迅先生是很伟大的小说家 这个就是鲁迅先生的小说集的一个书影 周作人 他是鲁迅的弟弟 他是一个散文大家 这个散文集就是周作人的 徐志摩在五四时期写的诗歌很有名 是曹瑜先生的代表作 好我们接着看文学理论呢 和文学鉴赏的基本常识 还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 我们说内容和形式是一对哲学的范畴 世界上万事万物都会有内容 也有形式 任何一种内容 都是在具体的一个形式里面 都可以表达的 那么任何一个形式 也会表达一个具体的内容 那么文学也是这样 文学的内容包括哪几个方面呢 一个是主题 主题是作品所涵盖的思想意义 和作家的主观情感 作家无论是创作一个什么样的作品 不管他是小说还是写一篇小文 还是一篇小小的诗 他总要表达一个意义 要表达他自己的一种思想情感 这个东西总结出来就是主题 主题非常重要 主题也比较难以总结 那么呢我们也要教给同学们一种方法 去总结作品的主题 主题呢就是文学作品的内容的范畴 其实是题材 题材就是作品里面描写的具体的生活现象 怎么总结题材 我们结合纪念在具体的来讲 再看人物 人物就是作品里面塑造的艺术形象 一般都是人 但是在一些浪漫主义的作品里面 也可以是动物 比如说西游记里面的猴子 猪 虽然他是猪是猴子 但是他依然还是艺术形象 还是作品里面人物 再看环境 环境就是作品里面人物活动的这个背景 环境呢有大环境和小环境 大环境指是社会历史环境 是封建帝制的时代啊 还是二世纪初期军阀混战的时代啊 还是毛泽东时代啊 还是改革开放的时代啊 还是现在当下的这个时代 这是大环境 那么小环境呢 就是具体的文学里面的这个人物生活的那个环境 比如说学过三三八一的同学 读了一篇作品就是阿克正传 那么阿克正传呢 他生活的那个小环境呢 就是江南的落后的 情节不发达的那个农村 的一个叫做卫庄的 再看情节 情节实际上就是故事 故事啊 它是有一个线索的 有一个开端 然后这个故事如何的发展 然后故事发展到高潮 最后有一个结局 这个就是故事 叙事性的文学作品 一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叙事性的文学作品的情节 一般的结构方式是开端发展高潮结尾 是文学作品的结构的范畴了 情节和结构是密不可能的 但是同时呢 它又是属于不同的范畴 我们会结合作品来谈情节和结构的关系 我们再看文学作品的形式 文学作品的形式 相对的要简单一点 首先是体材 体材和题材不一样 体材是文学作品的具体的表现的这种样式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文学的分类 文学分成小说 闪文 诗歌 和戏剧 这四种也就是文学作品的最基本的体材 这个应该好理解 但是体材和体材之间有交叉 有用闪文写的诗 叫闪文诗 还有诗小说 用诗体来写的小说 所以还是有交叉的 这个我们具体来讲 再看结构 结构就是文学作品的组织方式和内部结构 结构实际上就是说 作品它是如何来讲这个故事 结构的问题有很多方面 比如说这个作品 它是顺序 还是倒序 里面有没有差序 它有一根故事线索 还是有两个故事线索 从头到尾讲给你听的 还是把这个故事结构在几个大的场景里面来表达等等吧 其次就是语言了 语言非常重要 我们既然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那么语言呢 就是构成文学作品的形式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语言风格 不同的语言风格也构成不同的作品风格 语言有诙谐的 有庄严的 有口语的 有搞笑的 甚至有比较粗俗的呀 或者是比较粗广的呀 等等吧 各种各样的语言风格都不一样 那么我们在谈一个作品的时候 也会谈到作品的语言风格 文学作品也有风格 语言风格是文学作品的风格的一个方面 那么什么是文学作品的风格呢 就是作家在文学作品内容和形式 各个方面所显露出来的一种综合的创作个性 文学作品的风格就可以说是这个作家的创作个性 并不是说每个作家都形成了自己的创作个性 只有那些著名的作家 或者是形成了自己创作个性的作家才有风格 有一些不是特别著名的作家 甚至都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 由于我们不是文学专业的 我也不要求同学们来分析文学作品的风格 这个是要应该有一些训练 或者是对文学作品有一些悟性 读作品读的比较多 有自己独特的思考这样的同学呢 可能对文学作品的风格 有自己的一些理解和思考 我不会要求同学们分析文学作品的风格 但是我会在讲课的过程中间 会提一下这个作品 或者是这个作家的 他的创作的个性事成 再讲一个问题就是创作方法 创作方法也是非常重要 好 我们看这个创作方法 创作方法就是作家呀 在创作文学作品的过程里面 都所依据的一种原则 那么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是什么样的一种创作方法呢 就是注重按照现实社会的本来面貌 来关照人生 在线生活的一种创作方法 好像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吧 来造建了这个社会生活的 某些本质的方面 现实主义的作家 在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时候呢 他往往是把自己的主观判断 主观的思想和情感 都不是非常明显的表露出来 不是说他没有自己的思想情感 他自己的思想情感 都是涵盖在作品里面的 让作者自己去体会 他是深藏不露的 他是隐而不发的 比较冷静的 比较客观的 来表现人生 来这个塑造人物 浪漫主义的就不一样了 浪漫主义的作家呢 比较注重于书法 他自己的这种主观情感 他运用大胆的想象啊 描绘憧憬中的生活 那么他描绘的这样的生活 可能就不是现实生活中间的那种 纯客观的生活了 他正在表达自我 我们也应该知道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不仅仅是古往今来 各个时代和各个民族都有的创作方法 同时也是各个时代各个民族都存在的两种创作流派 中国的现实主义的这个文学的渊源 可以追溯到诗经 浪漫主义的文学渊源 可以追溯到处次 再看象征主义 象征主义是19世纪发展起来的 一种创作方法 他是用暗示啊 联想啊 隐喻啊 等多种方法表达这个作品 表面描写之外的 更深层次的含义的一种创作方法 他表面上说的是一个故事 但是严格的说起来 他要表达的是这个故事的深层的 那个含义啊 这个是象征主义的 那么有一些文学史家 有一些文学批评评家 把象征主义也归入现代主义的 我们这里呢 把它单独拿出来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在三三八一里面 选了鲁迅先生的一篇 用象征主义创作方法创作的小说 就是狂人日记 三三八三里面没有 象征主义创作方法创作的小说 但是呢 象征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创作方法 它同时也是一种艺术手法 那么意思就是说 在其他的创作方法 创作的作品里面 也会有象征主义的一些细节 我这样笼统的说 同学们可能不理解 我们会结合作品来谈 再看现代主义啊 现代主义就是 十九世纪末二世纪初以来 发展起来的各种各样的 反传统超现实非理性 被常理荒诞的 魔幻的 先锋的等等 各种各样的 创作方法的一个总称 是一个非常宽泛的 非常笼统的一个术语 凡是现实主义 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 所不能够涵盖的 其他的所有的这种创作方法 我们通通把它归入到现代主义 《三三八三》里面选了几篇 做现代主义的作品 到时候我们结合作品来看 中国二世纪的文学 那么以前呢叫做现当代文学 现代文学呢是指二十世纪的前半部分的文学 当代文学呢指的是二十世纪的后半部分的文学 大概的这个分段是这样的 1918到1949时间的文学 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建立政权以前的文学 1949年以后到毛泽东76年去世 这是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时代的文学我们没有选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从文学 那个时候的文学只是作为政治的一个附庸 来图解当时的政治 所以我们没有选 76年以后 就是改革开放 那么中国的文学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那么就是新时期的文学 这是大概的一个分歧 不管是现代文学还是当代文学 我觉得都是一种启蒙主义的文学 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学 就是指新文化运动 就是指1917到1927这个十年以来 用白话文所苏醒的 反对这个旧文化旧道德 反对这个西方列强 以及日本的侵略 这个主要是指挡现代文学 反抗国内的政治暴略 提倡民主科学和人道主义 张扬自我和个性解放的启蒙主义的文学 这个是一个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定义 当代文学可能多少有点不一样 我们在讲到 具体的作品的时候我们再谈 感谢观看